你们两个人有没有打算过自己买房呢 有想过呀 但是他我觉得他是这样跟我讲的 我在想他每个月他家里找到他要那么多钱 那个钱到底会不会给我们买房子呢 他是这样跟我说 他说钱都给他们他们保管 等我们到一定的境界 他会把那个钱拿出来给我房子 但是我觉得 你是这个理由 对 所以交给你父母了 对 你26岁了不是16岁啊 父母就是不放心我 我认为作为一个男人 你孝敬父母自助家庭 这是个好事情 但他真的是有一个度 你现在是有女朋友的 而且自己也有一份事业 平时也要花销 如果家里真的碰到急事 义无反顾 该出多少钱就吃多少钱 但你现在很显然是把自己收入的绝大部分都交给家里 然后呢 你理所当然的心安理得的就去用女友的钱 你的潜意识里是不是 他住在你们家里 这就算房租吧 就算贩费吧 你有这样的想法没有 没有 我想你也没有这么阴暗 关键问题 你的这个钱的支配方式 也使得他耿耿于怀 我也 不认可 有一些人说 结婚不买房等于傻流氓这样的抱怨 但是我真的 非常赞成 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努力 想方设法 两个人一起争取买房 哪怕自己现在买不起房 也租个房子住 你看 婆媳矛盾提前爆发了 以后还怎么办呢 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婆媳矛盾 就是因为太没有距离了 最后产生了很多的矛盾 家人要爱 女友也要爱 你是一个婚礼策划师 你先学会如何正确的策划自己的爱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波红兄